修行用功在哪里用 在六根在六成经济里用功 能够做到 不知足 这就是阿罗汉 清新俗俗 寥寥分明 没有知足 但是他有分别 有七心同理 这是阿罗汉 这样人称为真处 不被境界所迷 不被外境所影响 这圣人 不但不知足 连分别都没有 分别心都没有 这人是菩萨 不起心不动念 就叫臣服 这个服是发生大死 社报庄严徒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他们见色闻神 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修行 要在境界里修啊 离开境界怎么修 不起心不动念 心是清净 心是平等 进宗同仁 怎么个修法 看到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你不要认为这是好 那个是坏 错了 平等 好人坏人 通通是阿弥陀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你是阿弥陀佛 佛颜看众生都是佛 众生看祝福都是众生 所以境界不是一定的 随着你念头变 你用什么心 外面境界全别 所以灾难不可怕 灾难可以化解 我心里头一片全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每一天说有灾难 我是个真正修弥陀佛法门的人 我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 周边地方有灾难 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 不会有灾难 为什么 境随心传 就这么个道理 哪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 这个地方就是佛地 佛人居佛地 佛地佛人居 人决定不能有自私利 决定不能有明文理 坦诚是什么 是一切邪恶的感染 邪恶对自己的感染 就是疾病 对环境的感染 就是灾难 那么最好的念头 第一个好念头 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还有乱七八糟的想法 那些想法 那些想法 通通是轮回夜 轮回夜做到了 你怎么能处理 咕噜将的本事没有别的 就是完全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他什么念头都没有 真正是万元放下了 所以三年有这么样的成绩 拉出来 大家看到了 我们跟他们有两样 不一样的 就他真肯放下 我们不肯放下 所以不如他 我们要肯放下 比他还要高 比他还要出身 因为他开端不知道 功夫成就了 他才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他往生了 背后 感谢观看